大家好,大家知道我叫做沙拉,你可以叫我Sarah都可以 我今天來分享一下我的部落格 因為我覺得我的部落格是有一點點小小的故事 我自己覺得很特別,因為它有一些我的心理路程 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 我的部落格就是我的名字,叫沙拉好生活 很簡單,網址就是SarahBeautifulLine.com 這樣子,好,OK,好 那我開始之前,我想先請問一下大家 有自己的部落格能舉手嗎? 真的嗎?很好,很好,謝謝 所以我覺得部落格是,它是一個抒發的平台 那它可以分享各種不同的data 對,那我覺得每一個人用部落格的目的都是不一樣的 好,那繼續往下 好,那這是大概是長這個樣子 等一下,是我的網頁 然後這個是我的Facebook,這樣子 OK,好,那今天呢,我要來 在討論這部落格的時候 我想要再想一下,為什麼 為什麼會有這個部落格,然後還有我是誰 然後最後,我從這個部落格 我問到目前為止,我寫了快一年了 那我得到了什麼 那還有我中間的心理路程是什麼 然後最後,我可以給別人什麼 這樣子,好,好 那一開始我先講,哇 我會有這個部落格是因為我把我的 因為我工作工作都滿久 那我就覺得不是很不開心 那我就得把我的工作辭掉 然後我跑去學內衣 就是做內衣這樣子 那我學完之後 其實我想要有自己的品牌 但是因為資金就是有點不足這樣 所以我覺得那我就先寫好了 因為我小時候很愛寫字 那我寫的過程當中 這是部落格開始的原因 那我在進一步討論到 那為什麼我要把我的工作辭掉呢 因為其實我小時候呢 這是一個很長的故事 我小時候跟那個剛剛那個前行一樣 其實也跟各位一樣 我們每個人都是夢想家 我小時候做很多事情 我天不怕、地不怕 我什麼都不怕這樣子 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出了社會之後 我就是要背負很多就是期待啊 那還有就是我們好像就是有一條 然後康通大道好像就是會覺得 應該是這樣子走的 那我不可能也覺得 我也走的那條路這樣子 那我感受我父母親 給我很好的教育 對可是我覺得 這個過程當中 我一直覺得很 就是有一些東西不見了 我覺得其實我很想要解脫 不是那個解脫 我也想要 我很想要有自己的路 因為我小時候很喜歡畫畫這樣子 那因為我的父母就是我的天 因為我是他們 我很愛他們 可是他們對我的期待 就是一定要有一個方向 這樣子 那到最後我就是 甚至到有點精神崩潰 我覺得真的很開心 我覺得我想要搬 就是搬離開家 對 然後後來做一陣子之後 我真的受不了了 並不是那個工作不好 只是我覺得 其實我有更多的方向 我覺得 我不定只是可以做這個 我覺得每個人都有各種不同的面向 各種不同的肌肉 就像今天這邊 大家都有自己的夢想這樣子 那所以我才去做那個 我就把問問的吃掉 然後我就去上面的那一頓課這樣子 好 那接下來我會有講到說 欸 我這個經營PROGAN到目前為止 有三個階段 好 那第一個階段就是 物質 這樣子 那一開始 因為我有這個技術 我真的會車 我也會坐 這樣子 所以說就是 我一開始 那我當然 我也不知道我要寫什麼 那我可能就先寫一些技術上的事情 可以說這個要怎麼撐 然後我的布要怎麼撿 然後做出來是怎麼樣這樣子 對 然後可是因為我是想要很好把它經營 因為我覺得這是一個 不是很多人都知道的東西 因為它是一個很特殊的東西 所以我其實有去上一些 就是網路行商的課程 那我記得那時候我去上一個大師 就是一個 就是老師的課 然後他就跟我說 我跟他說老師 我很想要寫內衣這樣子 然後老師跟我說 你可以做這一件事情 對 老師跟我說 你就這樣就好 就把衣服脫掉 這樣會就不能來看了 對 然後 那他的意思 他不是這樣子說啦 但是他的意思是這個樣子 因為其實這個很容易有眼球嘛 對不對 就是我曝光力會很高 這樣子 但是那時候因為其實我 我在學內衣的過程當中 因為其實放棄我的工作去學內衣 是一個 因為它不是我本行的東西 我需要花費很多的金錢 還有就是精神 還有時間 所以那是我人生第一次為我自己活 這樣 所以我覺得從那件事情開始之後 我覺得我 因為其實我也沒有它大 說實話 然後我覺得 因為我學到是一個特殊的技術 所以我覺得雖然說可能一開始 沒有辦法贏得大家的親愛 但是我想做的事情其實是告訴女孩子 怎麼樣 穿一些適合自己的東西 那我想介紹一些品牌 是目前市場上沒有的 因為我覺得 其實這個市場可以更多元 這樣 我覺得我想要提供的是一個比較 不敢說教育 我喜歡分享一些資訊 是可能我自己還有興趣 或是別的女生是真的不知道的 這樣子 好 那這個是我介紹的品牌 然後我也有去訪問一些就是 國外的一些就是精品的品牌 然後都有跟他們做一些對談 這樣子 那這個是就是這個品牌 目前都是台灣沒有的 好 那我在這個階段我得到了什麼 就是說 如果 我知道說我 如果我一開始就做了第一張普遍的動作 應該會很多 會很多人馬上很愛我 這樣子 對可是我 如果是以前的我的話 因為我現在講的是我這個人本身的質疊 如果是以前的我的話 因為我 因為就像我剛剛說的 我一直都是 就是被負責這個期待要走的 所以我可能就會這樣做 可是我後來告訴我自己 我都已經去學了 我不行 我一定要想到我要找的人是誰 這樣子 我想要找到適合我的 就是有一種女孩子 他甚至想要找一種quality很好的東西 他想要來看我的部落格 那接下來 那第一個階段其實我的 我的部落格曝光了一陣子之後 其實我就已經在幾個專欄寫我的 就是我的文章了 所以大家都看得到我的文章的那個露出 但是那時候還沒有看到我的臉 那接下來 寫一段時間之後 開始就是開始沒有流量進來 這樣子 那我就想到底是什麼回事 那因為那時候 我覺得經營上已經到一個瓶頸 因為其實 因為我覺得我的東西 並不是那種 我的東西都比較小品類的 就是沒有辦法有很多人進來 那最後我想說 好吧那我就寫我自己寫的東西好了 在這過程當中我發現 其實我一直在反省我自己 我這一路上為什麼這麼不快樂 我為什麼沒有辦法去追求自己的夢想 這樣子 所以我寫了這樣的東西 結果我發現我寫這樣的東西之後 反而很多人很喜歡這樣子的東西 就是討論你自己心靈層面的東西 對 所以這個階段我需要的是 應該要對自己誠實 所以如果是以前的 我和我還是一樣 我就做大家覺得很好的事情 那這個階段我覺得 我應該要堅守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雖然可能他有一點困難 或者是沒有人會心上 這樣子 那到了第三階段的時候 我開始走出去 從那個時候 我就開始去面對人群 我去參加創業比賽 那時候就 就是有跟那個英俊的那個海德 有營業之爺 因為他也是一位很優秀的青年 在那個泰南的Stella Weekend 這樣子 那我認識了很多很多不同 有夢想的人 我才發現其實我以前 就是被規範只能走一條路 這樣子的路程是 就是太遺憾了 我覺得人生是很好玩的 在那個地方有很多夢想家 每個人都在問自己的理想奮鬥 這樣子 所以在這個階段 我的寫奏的目標 就是我再次的去修正 我除了寫內衣的話 我也開始講到 其實女孩子 她 就是偶爾抱我是OK的 因為這樣子可能會 吸引到異性的那個青藍 這樣子 但是我覺得一個女性 如果要美麗的話 她的身心靈 都是要一起起來的 那我覺得這樣的美麗 才是永恆的 所以這個階段 我開始寫一些 比較勵志的東西 但是我還是有講到 就是接下來就是專業的 就是真的這個 這個部分我自己拍了 名單叫大家怎麼穿衣服 這樣然後這個也是我自己畫的 關於說不同胸臟的一些 就是分類這樣子 對 然後我甚至也有教大家 怎麼樣在六十天之內成為網路專家 網路專欄作家 因為我就是利用這個方法 就是跟幾個網路 簽了這個專欄這樣子 對 好 那到後來 因為我參加三個weekend 所以我也開始講到一些創業的東西 對 那我覺得到這個階段 我就發現說 其實如果 因為我以前的我很封閉 我很 就是因為我沒有得到 我太被嚇愛了 所以我覺得我沒有辦法 給別人足夠的東西 但是我從很多很棒的人 實際上吸到很好的養分 那我覺得如果每個人要成長的話 應該要相當看 你自己可以給別人什麼東西 那就是要去自己的 加強自己的能力 然後再把你的愛送出去 對 這是我講的公行 因為我只剩下四秒鐘 那這是我品牌的 就是我最後就決定我的部落格 我的精神是這個樣子 就是smart, sexy and happy 那我希望每一個女孩子 都可以健康美麗快樂 但是其實這個部落格 它並不是很 它並不是一個 就是那種 它其實是老少嫌疑的 因為到後來我講到 心理成長 然後我有講到創業 所以其實我也希望說 男性朋友 你也可以來看我的部落格 因為其實一方面 你可以告訴你的女朋友 可能要去哪裡買內衣怎麼買 那一方面 其實我也很希望 你們可以跟我交流 關於一些創業的一些活動 這樣子 對,那我的價值是這個樣子 那最後我也希望說 有可能 有人可以跟我一起合作 因為其實在水部落格這個路上 有很多很多人寫信給我 關於說他們可以成長 然後他們也想要創業 或者是他們想要寫文章 當專人作家 這一輩的feedback 我收到很多 那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也很高興 希望可以認識你 好,謝謝大家 不好意思 我在5月19號 我有一個跟網友辦個見面會 然後有在我的網路上有看到 你可以打沙拉好生活 沙拉好生活 然後裡面只有一些detail 好,很感謝大家 謝謝沙拉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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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開門 謝謝你 是不是電話 有陶寫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